飛彈從眼前畫過 火光乍線 目擊民眾驚慌逃窜 先前才傳出烏軍反攻莫斯科 七月三十一號 俄軍飛彈立刻襲擊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的故鄉 南部克里弗洛市 六人罹難 其中包括一名十歲女童 以及他的母親 搜救人員果不扛起的 就是女孩幼小的遺體 持續搶救 因為還有許多無辜居民 受困瓦力堆 澤倫斯基指出 俄軍使用的是伊斯坎德爾導彈 集中移動住宅和大學建物 俄武戰況焦灼 莫斯科疑似為了分散西方戰力 把手伸進非洲大陸 俄國將矛頭指向西方燈 看看你日示威者包圍法國大使館 又揮舞著俄國國旗 讓人質疑政變有俄國在背後下指導期 與此同時遭軟禁的總統 被琢磨首度露面與查德總統同框 面對西方經濟共同體揚言 不排除武力介入 同樣在二零二一年發生政變的 馬力軍政府稱將出兵捍衛鄰國 諸多勢力盤踞非洲俄屋局勢下 想必讓情勢更加嚴峻 下面一集我們往上映報導 中文字幕——YK